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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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安 剛剛是VAG集團的Golf 那這一台是PSA集團 PSA集團指的是 Pergio還有雪鐵龍 那經理之前也有開過這個車系 所以對這樣的車系 也是略懂略懂 這一款車的後方懸吊很特別 還有打光的 後方的懸吊系統 是拖一臂加扭力感 還有加防晴感 很特別 這樣的後懸吊系統 它後方是沒有彈簧的 在Pergio的 這個306 經理之前是開雪鐵龍 ZX跟306的話 是孫生車款 那這款206後方懸吊系統 一樣是這個系列 所以它的後方懸吊系統是沒有彈簧的設計 那它的車高要調整的時候 只能調整扭力感的部分 那這個扭力感 它有一個一個的Loggo 所以要調整這個車高的計势 也得要對這樣的車系 有充分的了解 才有辦法來調整後方的車高 因為它在調整的時候 有可能它裡面還有一個軸層 這個都是需要有經驗 才有辦法來調整這台後方的車高 基本上如果要降車高的話 就希望建議車友們 要找一下對PSS後懸吊系統 會比較了解的計時 來拆裝會比較保險一點點 那基本上如果沒有要調車高的話 這款車的懸吊系統 在拆裝大概一個小時時間就完成了 因為不是很困難 那它前面上方的話 是類似欧系小車的設計 是沿用原廠上座的 所以它的上座的話 是要沿用原廠 那當然啦 如果有要比較熱血的話 也可以把它改成 魚眼式的強化上座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車 才有辦法來做介紹 那我們先來介紹後方好了 後方的話 我們先來介紹 這個車友它本來 也是有改裝的避震器 用了好多年了 所以就有損壞的狀況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泰換 這個它的本來 也是一樣要沿用原廠上做的設計 那本來的彈簧是配5公斤的 後方沒有彈簧的設計 它本來就沒有彈簧 那它的行程呢 這個用久了 所以它的饅頭 這個饅頭 即便沒有在 在放在避震器當中 即便我們放在大氣當中 它一樣會做水解 一樣會劣化 那它的阻尼 其實這款車 還有306它的阻尼 特別特別的硬 所以以精力的體重 如果要把它做一個下壓的力道的話 像是 這個Purgeo車系的話 有一個御用的品牌 叫Purgeo Sport 它的阻尼紙 下壓是一整個壓不下去的感覺 所以這個後方的阻尼 不是做的超硬 是因為它的擺地的關係 所以它的阻尼 形成很短 阻尼的話非常非常的硬 所以我們的設計 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我們把它的下機座 往下挪之後 讓它的行程 能夠作動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它的行程 這個會稍微比較短一點點 那這個後方 前面的話配置 235公斤 KT的設計 是配置 160長燈籠狀的 7公斤的彈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後方的 什麼叫扭力感 這個就是後方的扭力感 很奇怪的地方是 它後方竟然是沒有彈簧 那這個是它特別特別的懸吊設計 這個的軸距 加上這樣後懸吊的結構設計 造就這樣的懸吊系統 在山路上 尤其是比較刁鑽的山路 是它的一個強項 一般就算馬力比較大的 可能在山路上也追不到這台車 因為它的本質 底盤結構就很棒 好 那這個是後方的一個結構 它的避震器不是直的 就是做一個擺臂的位置 是這樣子的斜度 所以它的阻鈴 特別特別的硬 那這個是KT的行程 它的行程看起來很軟 但它作動的幅度 就真的是很少 它阻鈴的調整 軟硬的調整 是從這個地方 來做軟硬的調整 那這個機構 是要往外延伸之後 所以當它的行程能夠做得比較長 這個就是扭力感 它還有加一個防晴感 所以它的後懸吊的話 是還蠻特別的 一般因為今天比較忙一點 所以但這台車又不得不介紹 因為我們之前沒有做過 這台車的直播跟錄影 所以特別針對這台車 來跟車友們來分享一下 這個是它後方的懸吊系統 超級簡單的 所以拆裝避震器的時候 只有一個密技而已 這個上方跟下方的鐵套 如果在車子撐高的時候把它打緊 好 那我們車子放下來的時候 它的鐵套就會預扭轉 造成鐵套的壽命會比較短 所以像這樣的懸吊系統 上方的鐵套這顆螺絲 還有避震器下方的螺絲 經理會建議讓它輪胎著地之後 再來做鎖護 避免它的壽命會變短 所以這個是小小一個安裝的技巧而已 好 我們後來介紹前面 前方的話比較簡單 前方的話是一個類似一個 獨立式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我們先來看上座好了 上座的話它是要沿用原廠上座 這個是原廠上座 所以要沿用原廠上座 它的上座下方有一個軸承 那個軸承是金屬式的 其實非常非常的耐用 所以上座的橡皮 算是一個基本的消耗品 可是這台車的用車 雖然車領有了 可是車的里程數還很少 所以上座我們上座的部分 還有軸承的部分 品項都還很好 所以我們持續沿用 但是它的上座有三顆螺絲 這三顆螺絲 而且它上座的這個凸顯的孔 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其實這款車是可以配上 魚眼上座 如果有要做特殊的一個角度 或者是比較要偏向競技用途的 這個上座可以改成魚眼上座 它前輪的角度camper 就能微幅做一個調整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上座設計不太一樣 可是當沿用原廠上座 它的軸心是粗的 要改裝成魚眼上座 它的軸心是細的 日後就沒有辦法沿用 所以在一開始安裝的時候 就建議車主們要決定好 是要沿用原廠上座的版本 或者是魚眼上座的版本 那阻尼的調整 這裡本來有一個小試蓋 這個打開之後 從這個地方 就能做阻尼的調整 往順時針 往H的方向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 往S的方向就是變軟 左邊跟右邊 一定要對稱這樣就好了 那前面的部分 這個是KD配置的 160長7公斤燈籠狀的彈簧 它的彈簧跟彈簧之間的 線跟線的距離會拉得比較開 所以行程也會做得比較大 那離仔串的部分的話 就位置是跟原廠一樣的 所以離仔串的話 就直接沿用原廠離仔串就可以了 這個設計的話 就不用改強化的 也不用改可調的 直接用原廠離仔串就可以了 它的一個腳管結構也超簡單 就只有一個離仔串做 跟一個仰角的定位箱而已 那這一個前面的懸吊系統 因為是賣花層 所以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會旋轉 所以這個托盤 這個是在調整車高使用的 如果我們把它的筒身拉長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高 縮短車高就變低 所以調整完畢之後 因為是賣花層 它避震性會旋轉 所以安裝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一定要記得把它敲緊 這樣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這台車的 整個底盤的懸吊系統 是比較運動化一點點 所以做了編氣的基礎 改裝之後 整體的操控性 就會往上提升很多 那這款車是敞篷的 206C 那如果是一般非敞篷的 它的底盤懸吊其實也都一樣的 那如果這款車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車友們是開 一樣是Pursuit的其他車款的話 如果有需要試乘 再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如果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今天的直播呢 因為時間的關係 會比較短一點點 那如果有問題 再跟我們聯絡囉 謝謝掰掰